3T的次关 这次4班1400也拆了两组 第三场相对弱点 这一场是多码选的 多码选的意思是有紧积的码比较多 而当中看好5号的换得很薄 这匹码上次加程跑1400 虽然好像输给正本开心红电脑3号过几码位没得跑 立即看看影片 这一天就是元旦日赛事 中段长车来的 刚才我们看瞄算腾飞的时间 波仔蕾也跟大家说过 元旦日赛事因为之前用得比较多 所以内兰场地不太好 一路守着内兰的橙衣换得好 直路也贴着内兰走不利地 而这一组的298种场次 其实赛的水准也挺高的 中间粉红山兽神过谷草赢 后面就环翠战士 在正本开心后环翠战士又保重 另外电脑3号刚刚在田太安跨下也赢了 赛的水准不太好 后面再阳明秋秋都可以近 入到直路时间 这次换得好 雷神没摔出去 继续捐里面上 当然场地没有外面掌握的 正本开心 或者电脑3号那么好处 电脑3号还要赚了体力 回到来 换得好也有继续去扑上前 如果这次有偏慢的场地 因为可能会星期六日下雨 可能对换得好也有帮助也未定 上一场在不利场地强组之下 所以我觉得这次换得好 这次拍七档可以比较弹性的跑法 希望田太安就盛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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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来看前一场2-7 这一场赛事表 野马三生好运 也算早段 早段较少了 鲍桑 陆上飞池 神龙区 这些都赚了部速 铁趁乙在2-7 前段跟得急 回来也可以顶得到第三 而当时不要忘记 铁趁乙 是第一次跑田草千四 看回上一场的赛事片段 蓝帽和红衣服走着中档的打字趁热 而在旁边白鼻梁的高大威猛,大卧档爆素 都是近期的四班跑得好的马匹 中间是齐齐发之后都保重 这一只打字趁热,其实他在弯弯时都吃了三碟 回来都输给几只近职或者路程专家 里面的销售黄子也是很厉害的 只不过七岁老马可能顶不到第二局很厉害 所以这一只打字趁热 在这一组较多1400米的经验 可以调高一些他的能力 因为运材高明也要上来跑1400米 竞力威龙也是第一次对于旧马 所以打字趁热可能被忽略之下 会有些赔率直拨 第三次选拨又有佳运来 这么贵的这一批老黄钟都挺可爱的 三班连长可以在好时间里追得好 看回前一场的赛事 当时跑三班1400米 前一场就是274 总场次 现在飞出大卧档 镜头数过来第二批 黄黄的衣服 这一场就是佳运来 那场的捕捉 当时博士不是选择最好 和终身美丽 就是赚头二马 赚前定的捕捉 而佳运来可以在大外档一路盖上来 而身旁的活力小子 金贵是会上名的 而同样亏损 还有一些长腹超影 之后都霸了大懒 只得他一只在外档 可以这样盖上来 22秒31 当然 金贵在三班跑得好 长期都背着轻磅 翻查过这一批街运来 以往最高上面看重 就是131 不赢的马 133 是不是多两磅 会差一点 还是没所谓 临险地看看有没有能够 一档 多数会先省 看直落拼出去追多少 所以这类马 都是擺做配脚 可能会更好 第四选 选择老奥买的低益良多 上一次放到回来 好像都要输给几个 后上的金壁科三身好运 但这一批的低益良多 就不是跟你这么晚 入籍露爆 是要断断快 那种均速卖 上一场就解释了他输 前一场他守着波泄位 前面的步骤都相略化 而且250那一组都是强的 高大威猛 另外 正本开心 之后都可以赢 后面做了金壁科 美妙星 木火同名都是出于这一组 所以刚才也有选择配脚 而这一场低益良多 都是以满身份之下赢马 当他上一场回一回 这次虽然没用苏士菲 用蝎恩 但骑连合作 也有角取所需可以上名 所以这一只低益良多 今次可能会换回多小勃力之下 可以继续减排10当 在外档切入前占走的马 我觉得也有好处 所以可以变成他 第六场波仔选择5号的换得好 13号打铁趁热 1号佳运来和6号码得益良多